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And right on time Hey 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 星浦的景點 雲夢山丘 是一個新竹新的景點 那剛剛從118線到轉進來以後 下面有會做一個服務台 有一個人流的管制 它會算人數 然後上來以後就把車子停在這個停車場的部分 還蠻大的 那上去雲夢山丘的部分 就是在我們後面 看到整個遍地還蠻大的 今天就帶大家來逛逛這個 新竹新的景點 頭髮好亂 今天天氣超熱的 一起去看看吧 園區規劃有13個區域 可以讓大家慢慢走慢慢逛 我們現在第一個來的是這個 積木館 這個是在 花博的時候有展出的一個 算是積木的概念館 非常適合拍網美照 這個積木館是在2018年由魏無妍跟台灣的設計師開發出來一個積木為主的設計師 概念的4D建築館 那全部都是以木材的方式去堆疊製作 裡面非常的舒適涼爽 在今天外面接近38度的情況下 裡面沒有任何空調 只是透過木材通風的方式就很舒適 接著來到這個溫泉竹汁湯 然後它有一個室外池 室外池可以泡腳 因為今天天氣比較熱 室外都沒有人 所以如果要泡腳的話怕熱也可以到這個 這是裡面 室內的竹湯 然後 右邊這個是餐廳 一個原木的餐廳 然後這邊是一個休息區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室內的竹湯 室內的竹湯就可以遮陰啊 還可以泡腳 看到人蠻多的 舒適的環境 然後右邊這邊可以放一些私人物品 來看一下餐廳的部分 這邊是餐廳 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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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種餐廳 休息這樣快 然後後面這邊 有一個搖 然後樹蔭這邊可以休息秤量 然後應該是可以 然後應該是可以 那邊那個 那個窯應該是可以烤 烤東西吃啊 或在這裡給你看 這是它的遍地 它逐漸都還在整修 但每個小小的區域其實都有規劃 然後那邊就是剛來的停車場 然後積木的概念 然後這邊就是泡足湯的部分 上面這邊還有孔雀園啊 那些小小的苗情園之類的 這邊很漂亮 只是還沒有完全蒸好 然後另外這邊也有說 就是它跟愛美酒店有些合作 所以後面也會建置出一些像這樣子的概念館 所以建置起來應該會蠻美的 然後這邊是廁所 在圓區的大概比較偏右邊 離停車場有一點距離 然後下來 廁所下來 廁所的後面就是孔雀園 我們來去孔雀園逛逛吧 現在我們來到孔雀園 現在我們來到孔雀園 我們來到孔雀園 海雀園 看到很多天鵝 然後一些鵝魚 然後一些鵝魚 這個是鵝魚在吃東西 鵝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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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園的後面有一個巨大的鳥籠 裡面是養雞 這個跟動物園的那個鳥籠的概念有點像 這邊也是植物園吧 我覺得是植物園 上面也有 這邊種了一些花花果花 這邊規劃出了一個貨櫃區 要延續設計師的一些設計 有點以仿式那種花蓮貨櫃的感覺 這個景色很不錯 一個小小的山丘 其實在後面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這邊有一個特有種珍奇蘭花富裕中心 這邊有一個特有種珍奇蘭花富裕中心 很漂亮 這邊有一塊空地 是愛美酒店的預定地 未來這邊會新建愛美酒店 那剛剛來的廁所就是在那邊 孔雀園 所以會看到這邊其實還在整件當中 這一塊區域預定是要蓋一個日光教堂 這邊有一個概念圖 日光教堂的概念圖 其實規劃的還蠻多區域可以拍照的 雲夢山丘 好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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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區這邊目前也有開放可以攜帶寵物一起進來玩喔 OK 我們剛剛已經去了下面的孔雀園 然後跟富裕的蘭花園 那我們現在打算上去 他說上面還有一個王蟬老祖廟 然後大概要走30分鐘 這邊就是夏天很熱 所以上來一定要記得帶水 OK 好了準備上去囉 這邊的路面大概都是像這樣子的步道 然後都有鋪一些石階啊 或者是草皮可以指引可以走 但是就是上上下下的 然後遮蔭的地方 就是時有時沒有 所以如果說是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可能在走這種路的時候要特別小心喔 這邊是一個百佛道日子絲紀念碑 看起來蠻漂亮的 來看看 看起來裡面應該也是還沒有擺放東西 現在只是一個空間 然後旁邊這邊就有一個 我們剛剛從這個長長輩坡上來走一小段路 還沒有到王蟬老祖廟 然後這位大哥已經不甘了 太熱了 我們繼續要再往上走 大概說是走30分鐘 我們才走10分鐘繼續努力 這邊有一個養心所 預定也是在這一區做建造 現在都還沒有 不過可以期待一下後面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旋庭的觀景區 這也是一個制高點 從這邊下去其實可以衝到品車場的位置 那上面這個部分啊 它有擺設一些塵梁的座位區 那從這個景觀可以看到整個新埔的風景 非常非常漂亮 真的是一個制高點 很美很美 那大家如果往這個方向走的話 就可以看到整個新埔的風景 那這邊未來也會建造這個旋庭 會有一個建築旋庭在這邊 那到時候大家也可以來這裡參觀 我們 我們現在走到一個造型很特殊的 雲水關 它真的很特別 它的屋簷是 垂下來的 然後中間 最頂端屋頂的部分是尖尖的造型 然後四個腳翹起來 都是往外延伸的 然後這是它的裡面 裡面就是一個道教的寺廟 非常非常的特別 很特殊 它裡面 進去看看 進去看看 它的木頭 建造是完全沒有 用任何一根 釘子 這個就是雲水關的介紹 然後裡面是參拜的是王蟬老主 它也是由日本的大師 櫃岩舞設計 用木材 扁駁 3700件的 日本金骨銅花組成 然後沒有用任何一根土釘 是世界上應用 三地之附和派遣到家的寺劍 非常非常的 goo ok 我們剛才已經去玩 王蟬老主的那個 雲水關 就是道教的那個 算是參拜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要走到下面去了 對 那雲水關算是雲夢山丘最至高點的地方了 如果說從山下走上來的話 大概要走20分鐘 夏天大家一定要記得就是 防曬一定要做足 因為真的太熱了 所以也一定要帶 那這邊其實整個遍地算是蠻廣的 但是持續都還在整地當中 那如果說你們對這邊很有期待 當然可以提早來逛逛 來看看孔雀啊 來看看一些魏無妍設計師的一些 設計的建築物啊 或者是殿堂 對 那如果說你們住的比較遠 可能可以再晚一點 再觀望一陣子再過來逛逛 可能會比較完善 那今天雲夢山丘的介紹 就帶大家走到這裡囉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這個 Vlook系列的介紹 也歡迎幫我按讚追蹤 然後或者是按下我的小鈴鐺 那我不定期也會到一些景點去介紹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第一手或者第一時間 透過我的影片去瞭解 那個景點的一些大致的狀況 謝謝你們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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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